中正區北寧路6月3號下午2點多 突然發生大規模土石崩落的情況 引發社會各界關心 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在市長施政總質詢時 特別關心受傷民眾 是否可以申請國賠或是救助呢 針對這件事情 我想市長 因為如果說是他的監測的部分 他是沒有監測的所謂的設備 或者是說他有不足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申請國賠 所以請市長去中央交通部公路總局 去了解該國賠的 還是要給賠償 給這些車輛損失損壞的部分的 這些駕駛人 包括商者都一定要做好這些 我們該負責到底的問題 我想請市長簡單二要的講一下 市長謝國良表示 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指出 應該會替受傷的民眾 以及車輛損壞的車主申請國賠 的確我們昨天我也有跟這個 公路總局提到他們是不是有保險 可以去理賠這些 他說沒有 不過他們應該會來替這些車輛的損害者 跟受傷者來做一個國賠的申請的動作 不過國賠的要件之一是在政府是有疏失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如何來界定等等 那就這個部分假如是我們的市民的部分 或者是如果我們能力所及我們當然也是針對這幾位當事人 給予一些必要的協助 先做以上的報告 另外楊秀玉也提醒市政府要了解交通部公路總局 是否有針對基隆市下區內容易崩塌的地區做好監測的工作 針對這次的這個整個大規模的這個三崩 我們該有的這個工程政府要加強 不足的地方也要增加這個所謂的安全工程 那本行在這邊要請市長去了解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交通部公路總局 他在這個所謂的這個監控設備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發揮效果出來 你要去了解一下 那還是說他根本就沒有這個所謂的這個監測的這個設備 那也很感謝市長昨天也到這個 就是針對這個傷患有到現場去關心 市長謝國良指出 市政府自己也會趕快針對全市敏感地質區 做好監測了解狀況 謝謝您對他們的關心 那有關於這個公路總局 我今天也跟陳文睿局長親自通上電話 那我也希望他能夠盡快地針對基隆市各個路段 尤其台二線沿線 對這個各個路段有關於這個基隆的邊坡的防護監測等等 希望他能夠更積極地來關心 不要等到出事了以後才來做後續的組織 那如同你講的很巧的 我們的市議員張浩瀚議員 他去年就有關心過這個議題 那這個所以然後又發生了這樣子的 一個這樣的情況 讓大家這個覺得非常的惋惜 那不過就是說我們自己也有幾樣作為 第一個我們要監測 我們自己市政府所管所屬的相關的 這些敏感地質地區的一個狀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我想這個